他最终决定吃他手里的披萨,不要我的鞋,在后采访中,魏少被问其他和小球迷用鞋换披萨的交易,魏少大笑道,这样的笑,球迷们等了很久了,前级场比赛, 雷霆球迷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雷霆从赛季开始到这场比赛前,已经四连败了,这让球员和球迷都有些沮丧,比赛开场五分钟,观众席还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坐满,这在俄克拉和马城并不多见,虽然欢呼声音就响亮,但是依然能感觉到球迷们的喊声,就好像是隔了好几层海绵,没有什么底气, 今天太阳队不可不上场,雷霆应该能隐了吧 不知道,实话说,目前来看,我真的不知道了 本来因为胖娇是鱼儿对雷霆期待颇高的记者们,也都开始没了信心,雷霆急切的需要这一生,没有人敢认惜布丁底 赛前的更衣室里,施罗德坐在座位上逼着头发呆,特有的弯热性发型格外亮眼,只见他时不时站起来走几步,全程沉默,出道雷霆,急需证明自己的施罗德 有些坐不住了,维少听着音乐,嘴里跟着音乐碎碎念,在一侧上前后跳跃,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每次赛前他听音乐的时候,除非是工作人员需要告知他一些紧急事项吧 没有人能叫得动他,以他的脾气,无论几生几副,他都会把之前比赛的失利,一口气都吞进肚子里 乐观积极的对待每一场比赛,撒钱,他问一位小球迷,你想不,想用你手里的披萨换我的鞋 小球迷想了想,看了看手里的披萨,摇了摇头 宝威少逗得哈哈大笑,再后再次提及这件事,趴了开了花,怎么都没有想到会有球迷为了披萨放弃他的鞋子 或许是由于前几场的失利,今天雷琴的防守更加积极了,一个接一个的抢断 让本来没有底气的球迷欢呼声越来越洪亮,中场10分,雷琴圈队已经入仗12个抢断了 随着比分越拉越大,现场观众们就像越烧越旺的火鸟 时而左右摇板,时而敲起泵发,燃烧了整个长冠 多诺万教练在赛后也指出全队一直在努力的积极防守 但是多诺万教练还是不够满意,认为今天的比赛中 全队在积极防守的同时,也应当控制反轨的次数 第三节将近,全场肃静,突然一阵巨响 犹如震耳的雷声一般,又像是烧火的木性猛的炸裂 原来是炮枪以及压哨中场远距离三分 在大家都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时候 准确的落在篮筐里 球尽有效,大屏幕上一遍又一遍的重播这远距离进球 每一次重播都会引起一大片欢呼声 最终雷霆117比110战胜太阳 雷霆迎来了这赛季的第一场胜战 比以往来的都晚一些 苦苦等待胜战的球尼终于松了一口气 比赛结束的时候全场飘下篮城相见的四代 兴奋的球尼就久不肯离去 虽然雷霆这赛季来了一批新人 但是更衣势力传来熟悉的 歌声还有打闹声 几分和上赛季赢球的时候几乎一样 赛季刚开始,一切皆有可能 这场比赛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雷霆接下来的路会平坦开阔 前几场比赛的势力也并不意味着雷霆毫无希望 下一场比赛,雷霆将在主场再会快船 雷霆会根据上一场对炸快船的势力做出怎样的调整 让我们拭目以待 腾讯体育俄克拉和马城客派员文尚小拿